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继中和小31岁的小娇妻官宣 评论还一片和谐呢 当然也有直接一点的 承认公鸡一役子年龄和长相不是目的 而是单纯的不想李文汉和他在一起罢了 至于说到碰瓷就更令人不解了 看到这里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李文汉是谁呢 简单介绍一下李文汉 青春有你C位出道的总决赛冠军 男团UNET 队长 说真啊 这个节目等于是偶像联系生的第二期 但知名度和热度都大打折扣 和李文汉对标的蔡徐坤显然要好上太多了 说一子 灯月碰瓷李文汉倒不至于 这位姐呢也算是时代的眼泪 只不过是近些年不怎么出现了而已 2010年的时候他和李元熙 刘美涵 玄金 纳玲组成了艾蜜组合 一一首A压红遍全国 插播一下 成员刘美涵应该也有不少人认识 巴拉巴拉小模型里的颜莉莉都知道吧 所以这个团在当时相当的火 而易易子后来还客串过情感剧爱情公寓寺 妹子的颜值也是有过变迁史 几年时间从当初的清纯小女生 整成了纯玉峰的淑姐 原来的婴儿肥波剑了 可能是跟打了受点针有关系吧 原本就是双眼皮 目测也做了加宽 不过很自然 眼睛也显得更加有神了点 从对比图来看 易易子的鼻翼变窄 鼻头变尖变翘 山根也比之前高了些 立体精致度有所提升 不排除做了鼻综合的可能性 疑似用玻尿酸甲体垫过下巴 下巴稍微翘了些 镀完之后整体变美了不少 只不过易易子一直没什么辨识度 让人记不住他的样子 有点像那个魏田冲之前的西梦瑶 而与他相关最出名的新闻 应该就是15年和Big Ben成员Top 团出暧昧绯闻的时候了 那会Big Ben在内地也算是顶流 怎么算都比现在的李文汉知名度要高 所以骂妹子蹭他热度有点说不过去 更何况早在19年 李文汉和易易子 疑似被拍到在韩国同游了 从对比图来说 确实很像同一个人 并且有人爆料说 两人还曾经同坐一趟航班去泰国 结果这次被拍的实锤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巧合吧 所以李文汉粉丝骂易子 妓女 甚至X子 这种话 难道不是连自己的偶像都一起骂进去了吗 很难相信对于女性荡妇羞辱的 竟然也是一个小姑娘 李文汉就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偶像是有独立思想的成年人 又不是三岁小孩 难不成还是女方逼着他扑上去的吗 对此 当事人易子表示很无语 发了条微博说呵呵 来表达一言难尽的心情 随后被粉丝狂骂 秒声 紧接着疑似李文汉的前女友们 纷纷出来内涵 王子薇 这位据说是被目睹过 李文汉带着她去月华年会 还改了情侣名一起打王者的 当时上了热搜以后呢 李文汉的粉丝如是说 这个女的不简单啊 合理怀疑她在蹭热度 第二位绯闻女友 诗然转发了周董的 算什么男人 这位呢也是一起打王者被发现的 看来王者真的是凉没力气 本来单位自打游戏没什么嘛 但诗然后来的反应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她微博改名前呢 叫做Seon 某天爱疼了李文汉 当时男方正在参加清理 这句李演员叫的很耐人琢磨 之后又发了一条青春你个麻花 真的什么人都有人喜欢偶 这条微博下面评论的一位网友 直接讽刺粉丝自欺欺人 点击去头像发现她还点赞了一条 锤诗然是李文汉前女友的内容 当时李文汉甚至还没C位出道 应该算不上是蹭热度吧 还有一位微博名字叫做 Urgirl77的 也暗戳戳的发了条垃圾 就应该呆在垃圾桶里 这个妹子貌似戏比较多一点 某天发了个微博故事 是自己的朋友圈 点赞停止在一个 用柴犬当头像的人那里 结果没几天综艺一路成年开播 李文汉爸爸不小心 把他的微信头像给暴露了 跟上面截图里的一毛一样 虽然并不能以此就确定 两个人真的有什么关系 但起码是互相认识的 好家伙 这些绯闻前女友加起来 能凑一桌麻将了吧 前任替现任不平 在游乐圈还是头一遭 与此同时 有个营销号转载了 自己很早之前的一条微博 说某位男演员很怕粉丝脱粉 和女演员拍戏的时候 拒绝机场和他走在一起 不仅联想起来 李文汉在采访里面 是否否认自己恋爱的故事 她也确实无时无刻不在营业 也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个女孩 艾小琪突然出来发声 女孩们别拿你的青春 画别人的成长 并配图表情包 离我原点 对渣男过敏 巧了 这个艾小琪刚好之前 和李文汉一起拍过热血书院 这些女孩子一个个的 不约而同挑这个时间点发 这种动态 就很难不让人多想 这么连起来 难免也会有人觉得李文汉就是渣男 那么他本人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 是怎样的呢 随便举个例子吧 沙逸之前直言和胡可是因为 李文汉吵过架 因为他们夫妇 某次和李文汉参加一路上游女的时候 李文汉当着沙逸的面 直接为胡可葡萄吃 来咱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是不是瞬间理解了沙逸的心情呢 不管怎么说呢 胡可是有夫之夫 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妥 可是李文汉还在旁边 让沙逸大度一点 这一幕仿佛是和郭德纲让安吉当着沙逸的面 叫他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粉丝并不会认为自家哥哥有什么问题 在他们的眼里 所有人都是蹭自家哥哥的热度 并且肯定是有资本下场 让事情破局的突破口是哥哥的真诚 破局破谁的局啊 资本吗 资本如果有钱有闲的话 瞄准了顶流小生小花 岂不是收益更快吗 没有说李文汉不红的意思 粉丝口中的真诚就更加让人不理解了 是刚被拍和女生欠热扭头立马说自己单身 致女方于尴尬的境地这种行为比较真诚吗 大家粉丝也不需要我等直瓜群众理解这其中的逻辑 他们现在已经自我沉浸进入浪 一种众人皆罪我独行的高深境界 李文汉后援会发文自理行间情深意切 由于篇幅过场分段给大家解读 这段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反正无论怎么说 大众都不会相信哥哥是清白的 在肮脏不堪的内娱大染干里文汉 面对被资本下场黑被公司抛弃的困境 他勇敢的站起来了 哥哥好温暖 无法满足大众的溃探欲 这里不太赞同 毕竟也没有人逼着李文汉在大街上做出那样的行为 如果不上热搜 想来除了那些整田跟车的粉丝 路人应该不会太关心他的私生活吧 这两道理解起来倒是比较的简单 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做好韭菜继续为哥哥花钱 李文汉值得呀 真的是一个敢做一个群敢夸的 口口声声内娱这一仗要打赢了 问过整个内娱的意见了吗 咱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错了粉丝 滤镜仿佛比城墙拐弯处还要吼 建议2020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搬给李文汉和他的粉丝们吧 书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